按贊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 创造情绪 创造财富 你们真的很可爱 跌也怕 长也怕 那 我跟你講今天已经跳空过了前面的高点 那在技术分析的领域裡面来讲 是要进入另外一个多头的格局 这我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他过了前高了 以艾略特的波浪理论 比如说这样一二三拉回四 过了前面高点是不是要走第五波 或者是说出生段一二拉回 那过了前面的一的高点 是不是要走主生段 这样各位了解了吧 过前高是有意义在的 当然就像杰瑜剛剛有问我 后续怎么走嘛 对不对 前面很精彩 这三天外资买多单部位 居然到了三万两天多口 真的给他摆摆手太厉害 整个说他全部吃走了 而且我昨天还在节目中 跟你讲个口诀 你们有没有听到 我说如果外资转仓以后 他是建立多单的 其出做多多更多 有没有跟你讲 昨天才讲的 你们回去看重播 那既然其出他都已经布了三万两千多的多单 他难道希望说 这些多单全部被歼灭吗 他当然希望说未来涨越多 他未来领越多 这里又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别的节目不会看到 昨天的借券卖出又多了九万多张 好啊好啊好棒 看坏台股 看衰台股的你们注意 这一波真的什么都会嘎 嘎其子的空单 也要嘎借券卖出 讲开心一点 我们赖 应该今天就会 今天就有机会 第七千位 各位我说到做到 我到时候公布给各位 下礼拜一起公布给你 LINE第七千位好友 我们赠送一年会期 怎么样可以加入 你们把手机拿出来一下 直接对着YouTube扫描一下 对这个LINE的扫描一下 真的我的节目有很多基本面 或技术分析的现行图 我希望各位 你可以重播看一次 所以你一定要把手机拿出来 YouTube订阅一下 分享出去 那LINE为什么要你参加 我们其实在LINE里面 每天都会有一些文章 有一些叙述 会让你了解 现在行情怎么走 以补强我在电视节目中 说不够的地方 在LINE里面都会有一些 你在电视上没看到的 你LINE都看得到 上礼拜我就跟各位分析这个 有谁跟你分析这个 借券卖出 没有 借券卖出现在越来越多了 我边讲他就越来越多 上礼拜这个时候 你有想说他会挑战肩膏吗 不会吧 我怎么会突然间 你看我那么久都没有拿图形 跟各位看 我说实话 那时候很多人跟你讲 这里是左肩 这顶这右肩 小心这做头了 你看到这种借券卖出 一直增加的情况下 会做头 怎么可能 你看我节目以后 就知道不可能了 所以我每天都跟各位追踪 借券卖出又增加了 对不对 你每天都在期待看 我跟你讲说 纳斯达克在创高 废半也创高 对不对 借券卖出又增加 一直往上涨 对不对 台积电站上半年线之上 那你也跟各位讲说 期货为平常有一万一千多口 你都有看吗 你就是因为有看节目 你才会知道说他为什么会涨 然后外资又开始多单又进场了 借券卖出又还是九百六十一万张 然后期货为平常居然两万五千多口 你看到这个外资那么 那么 就用说好的方式这样买 你看 重新站上季线之上 台积电站上半年线挑战季线 我都写的有够清楚了 二三列电子股站上半年线 站上季线都写的有够清楚了 来看看今天的 昨天的纳斯达克又涨了1.28% 所以我说观众朋友 你要你可以重播的时候再看一遍 因为你们有时候手机的姿态小了 我承认 所以有一些比较年长的 你收看我就用电视看的 你YouTube加入几点 YouTube加一下 你可以看重播 定格重播看就看很清楚 那半年线和年线黄金交叉 纳斯达克都半年线跟年线黄金交叉了 我们台股之前半年线跟年线黄金交叉 我早就讲过了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说 你这可以看出借据卖出 昨天又多了九万三千多张到九百七十万张 这会嘎喔 昨天台积电涨了五点八二趴 这个才是重点重点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时候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半年线穿越年线 我们早就跟各位讲了 你学技术分析这个你一定要学会 那今天已经过了前高了 大家就没话讲了 你过了前高以后 你先看这个均线的架构 是不是都往上了 那当时半年线穿越年线 是有意义在的 这个意义就跟台积电一样 当时我们也在这里跟你讲 半年线穿越年线四百八十九 你难道忘了吗 我都有讲喔 所以你过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纳斯达克 也一定要看一下纳斯达克 来 你看一下纳斯达克 你看昨天这里 经过那么久的岁月 他半年线穿越年线 跟台股一样喔 所以技术分析 是不是全世界都可以用 当然可以用啊 我们当时看到纳斯达克一直穿高 他半年线即将穿越年线 台股早就半年线穿越年线 台股本来就要再走多头的路嘛 你看我的节目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我会很强调技术分析怎么看 基本面请你回家看好不好 这就是当时的台积电嘛 去年十一月一号跟你讲 五年以下是大买点 才在三百九附近 股价创低二次黄金交叉往上 这位置低档背离 才在三百九台积电 我都解过了 一月三号回撤季限四百四三块的也解过了 然后一口气涨了一百零三块 那最近的一次是不是在这里半年线 穿越年线这个点跟各位讲 指标在低档黄金交叉四百八十九 然后跟你讲半年线穿越年线 有印象吧 实际上台积电是走个什么走个轨道 一旦站稳下降压力 现在台积电要走不一样的方向 你们不要认为台积电没长什么 不知不觉从五三六到四百八九 涨到五三六涨到百分之十 这我都有跟你讲 但是我们不列入绩效范围 为什么 你们会做台积电的人太少了 台积电是拿来解盘用的 因为拿来用台积电来解盘 你们才知道这大盘有够强的 这也是你收看超越巅峰的节目 你才看得到的 至于这档股票 要怎么说呢 我买的时候就跟你讲了三百零三点五 我就跟你讲我买了 打到跌停摆那天 我也跟你讲说 反正我已经买了 有基本面座后盾 就算跌停摆我照讲 我没有一天没有讲 好不好 还在节目中一直讲 有基本面座后盾 拉回都是买 那时候还在三百五十块以下 他就一路一路一路涨 涨到四百九十五块那一天 总共涨了一百九十一点五元 我就让他先休息回来 因为你再次发动的时候 又是一个新的点 你做股票有时候不见得每天讲 但是一讲的话就要有效 我什么时候开始讲 我在四月二十六号礼拜三的时候 我又直接跟你讲我买了 因为是分盘交易的最后一天 我进去买 四百三十块 第二天还要达到四百一十一 你都看我买了 看你敢不敢买 我前一天跟你讲买了 你敢不敢买 第二天还有四百一十一 就一路往上走 一路往上走 我就一路帮各位追踪 我觉得 你怎么看待我 我就觉得说 就算有拉回的时候 你看到五百五十七 打下来 我一样跟各位讲 我说有就是有 我每天五月八号有讲 五月九号有讲 五月十号 十一号有讲 十二号有讲 然后这礼拜一也有讲 你看 我还在礼拜二的时候 特别跟各位讲 下礼拜一證交所法说会 就是这一天 礼拜二那一天 我其实有时候 我用重点式跟你讲说 你要特别留意 因为第二天都会不一样 技嘉也是 技嘉在礼拜一的时候 跟华硕做比较 玩用 技嘉连续礼拜二涨 礼拜三涨 礼拜四涨 连续涨三天 这种大牛股可以这样涨 我也很少看到 昨天是不是这样 吉拉 今天又在创波段新高 所以我刚刚上面有写 三百零三块到今天的五七五 总共涨两百七十一块 四百三十块买的 到今天五七五 涨了一百四十五块 两趟加起来 涨了四百一十六点五 就是各位有目共读的那个标题 我写的清清楚楚的 做股票就是这样做 还没有卖 还找得很 昨天外资竟然买了九百零二张 这叫材料KY 我解材料是这样解的 每天帮各位追踪 好不好 我不会涨了 我才拿出来讲 我跌我就不讲 这是他的基本面 我就不再赘述了 你们如果真的要用数学去算的话 把这张copy一下 计算器按一下你就知道 我也帮你算过了 很有可能四月份单季 单月就三块钱起跳 如果报价再往上走的话 很有可能搞不好三块五 那有可能一季就十块以上 那这种本益比不算高的 不算高的个股 那这更不用讲 这叫技甲 你們要学技術分析 要看我节目 我现在 不是因为老了 我很少去外面教技術分析 我尽量在节目中 我知道了 我告诉你 这叫三重底 一个底 两个底 三个底 他臂涨股 然后跟你讲要喷了 都在九十几块的时候跟你讲 一个底 两个底 三个底要喷了 你们都有在收看节目 我九十三块就开始讲 然后我还做了一张比较表 你看这比较表 我告诉你 那时候技嘉跟华琴 早就把华琴甩得远远 那时候华琴是一百四十九 我们看到技嘉是一百一十一 我说技嘉会超越华琴 今天技嘉不仅超越华琴 今天技嘉已经超越维新了 我待会给你看一下 一百一十七块五 我又跟各位讲 三月份的时候 说这里可以开始买 你们如果愿意买的 你这样看 你愿意买的 他就一路上 一百一十七块五 又说可以买 然后最精彩是什么时候 最精彩 先是最精彩是 技嘉已经超越到华琴 就在五月四号这一天 因为技嘉一百三十六块 华琴一百三十六 超越他对不对 然后更精彩 我每一次转折点 我都有跟你讲 最精彩是礼拜一这一天 因为我看到华硕 赔钱的华硕一开盘 跳空开好高 我在早上九点四十分连线的时候 我就讲这不对 因为技嘉是赚钱 而且技嘉跟NVIDIA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华硕都可以这样涨的 技嘉没有理由不涨 那天技嘉是跌三块 我还记得礼拜一是跌三块 你现在去看我的重播 我怎么解技嘉的 结果技嘉从一百三十五点五元 五月十六号这样子拉 五月十七号这样子拉 今天观众朋友们 好可怕一件事情 事实上我是用一百五十八点五计算 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 你们来看一下 今天他收盘的时候是来到一百五十九点五 还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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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你自己看一下 历史性的一刻 一百五十九的技嘉当然比华硬一百三十六点五 已经多了二十三块 对不对 一百五十九点五的技嘉超过一百五十九的微星 大家没话讲了吧 这才叫真正的技术分析 我说到我已经做到了 我可以跟我讲 你光是技嘉应该用一百五十九点五计算 没关系 我盘中已经录了 就两趟加起来 总共赚了一百零五点三趴 为什么会那么强 我这样跟各位讲好了 NVIDIA的股票 从一月六号的一百零四 一百四十点三四 涨到昨天的高点三百零一点九九 总共涨了一百一十五趴 国内有哪一档NVIDIA概念股 有涨一百一十五趴的 没有啊 所以你们认为说技嘉走完没 你再慢慢看下去 这样各位清楚了吧 材料 技嘉 都是在上礼拜 很不好做的情况下 我只有讲两檔股票 那这礼拜又再加一檔星星 其实星星 我们早就已经送给各位 那基本面在这里 我说你们喜欢看基本面的 你就在这里看吧 你看吧 你慢慢的看 你慢慢的看 观众朋友们 容我推荐我自己一下 你要突破WD计划 用行动创造财富的 你直接来找我 我很诚恳的跟各位讲 股市里面要找到 这种底部的股票 能够很有耐心的做一个大波段的 你来找我 我当然不让 但是你要做好多好多股票的 你不需要来找我 我觉得股票市场上 我要求的是一个金 我大部分是以电子股为主 我不会说 每个族群我都要去涉略 我不需要 现在最强的就是纳斯达克 所以我们是以电子股为主 除非像材料这种 那么特殊的 EPS那么高的 那另当别论 我已经也很坦白跟各位讲 你要是要想要做股票 包山包海都要做的 你不要来找我 你不要说我很酷 因为我的精力都已经 都已经完全奉献给 既家人奉献给星星 奉献给材料的 有新的WD股票出来的时候 我要奉献更大的精力 对观众朋友们 你如果在别家投顾做不好的 或者你要做更好的 我有很多WD股票 我一档档会推出 用行动创造财富 你来找我 我们下个节目再跟各位做说明 谢谢 杰宜刚刚一直在问我说 艾列特波浪里面 这第几波 好啦 我就给各位看一下 其實以浪行来讲 现在介于0.5到0.618之间 一般来讲反弹超过0.618 它就不叫做反弹 那叫回升波 要挑战前高 这样报告完毕 好大胆的预测 这就是我的风格 我学技术分析二三十年 我从来没有退缩过 你看我解盘前那么久 我从来没跟各位讲过空 因为现在是多头市 我跟各位讲空干嘛 多头市本来就是一个守折 就是拉回找买点 你会在量收的情况下看到 可以买 而且请各位用月K线来看 讲到月K线 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下 月K线现在到底在哪里 各位观众朋友 你自己看这个叫月K线 你有看到有出现什么问题吗 你告诉我 没有啊 老师这KD勾上去好好的 那好好的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就像台积电那时候 大家很紧张的时候 台积电 你看到哪有什么好紧张的 有喔 他上次又拉回来好危险 差一点半天线 你看月K线 你你你怎么紧张吧 你告诉我 你看技嘉 都要挑战前高 你看月K线 哪里有出了问题 你看下星星 你用月K线看 他哪里有问题 所以喔 格局大一点 因为接下来讲的是星星 那时候在四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我们办线上演讲会的时候 我说你可以买 然后我也直接公开了 我就给你看了 我认为星星 对 我也是把他调到两百零三 调到两百零三 怎么看 这叫警线那个line 一比一的最小满足测谱 就會这样子往上看 这是礼拜二的星星 这是礼拜三的星星 这是今天的星星 今天的星星很重要 因为他来到了警线的位置 观众朋友们 你真的要听得进去 如果一档股票来到警线的位置的时候 你们真的 你要用另外 你如果说学技术分析 然后又背弃技术分析 你干脆就不要学技术分析 把我这一集领入起来没关系 做空的人希望我错了 真的 做空的人希望我错了 但你做多的人是希望我对吗 这明明是一个那么大的W点 你们都视而无间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我们不可能买到最低点 但是你看到他已经是带大量 来突破警线那个line的时候 你却在这里选择你退出 我的节目你就白看 我没有说只看一天 那我讲的已经 我就已经讲到有个紫白了 我就给你看 现在大家都在讲CHOPGDP 何等的重要 对不对 又期待iPhone15 那为什么人家会把它调到两百零三块 就是借由技术分析的型态学的 一比一的最小满足测诅 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 我每天跟你讲那么多 跟你分析都是 其实有时候最好的买点 就是你最脆弱的时候 你上你这礼拜一 你会说他会挑战前高 打死没有半个人会相信的 这礼拜一的时候 在这个位阶 然后你跟人家讲 我告诉你要挑战前高 人家说你疯了 那结果在外资这样不断的狂扫期货大买之下 他已经创高了 你这里还说 这个是一个空头式 你们对得起自己吗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讲说要看哪里 要看哪里 你看我节目已经跟你讲很清楚看哪里 我每天就讲你看这里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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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电脑 纳斯达克是不是创高 纳斯达克跟台股 难道没有联动系数吗 有啊 就是跟台股的电子有联动系数啊 所以你看到加全指数也站上季线了 二三列电子股也站上季线了 包含这个最牛皮的台积电今天都跳空 直接已经站上季线之上 今天有个重要的意义 台积电重要意义在哪里 他今天是要挑战下降压力线 刚好切点在这里 你看我信守年来 我都有办法这样子给各位看 他之前走的是一个平行轨道线的原理 这是一个旗杆 我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样也看不出来 他未来我跳到电视机上面给你看 他未来这多长 未来这就有多长 你知道吗 我泄露天气给你看 你们到时候看会不会这样走 所以观众朋友 现在行情是热的 对不对 还是行情很热 那我也说了 我现在就是要有一个WD的计划 你想买WD的股票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 打电话来找我 或者是借由LINE AT私讯给我 所以我想要做WD的股票 我也许不是基本面最好的分析师 但在国内讲技术分析领域里面 最会找底部的股票 我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最敢跟你分析未来趋势 我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的 我不会跟各位鬼扯懒蛋 要怎么走都是很明确的 我不会用如果假如的 所以观众朋友们 第七千位好友 你现在看得到 搞不好今天就完成了 我说到我做到 我今天跟公司讲说 没关系 第七千位 这个会期送 我出钱 为什么 我爽 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经营不容易 我们并不是这个 什么美食节目 什么搞笑节目 真的 你会想加入LINE AT 就是希望你在股市里面 做股票可以赚到一些钱 所以你才会想加入LINE AT 怎么加入 这里写得很清楚 不管是YouTube 你可以加入以外 你LINE AT 你加入第七千位 我送你一年的讯息 那基本而言来讲的话 你有任何股票上的问题 我第一时间都会跟各位做解答 解得再好 都不如你有真真切切去做到它 买到它 赚到它 所以我一个格言要跟各位讲的就是 你现在要用行动来创造财富 我都是找这种底部的股票 来让各位能够参与 最不好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子 躺荡荡的给你看到材料KY 给你看到技嘉 给你看到星星 你们应该都没 没有什么怨言了吧 有赚到的 你有没有想到要赚得更扎实一点 跟我们赚到新的WD的股票 这有服务专线跟我们做联系 还有一样第7000位 我再次强调 7000位很快就到了 那你除了加入我以外 你有任何股票上的问题 都可以用LINE 私讯给我 预祝各位明天操作順利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